我們李秘書 搜救隊的大隊長 各位精英 本縣的搜救精英跟地消 可以說是千錘百鏈 經過多次的考驗 我們累積了很多經驗 隨時要應付無常的災難 我們知道地球一直在變 那麼最近不管火山爆發或者是疫症 那麼這樣子災難不斷 這個台灣幾乎是複合血災 空災水災 現在核能災害我們也都要準備 地震的災害我們是深受其害 所以大家練習救了一般工夫 隨時要應付災難 同時我們期待大家在很多場合的點面教育 有機會到各個國小去 讓以學校為中心的避災 都能夠深入到我們教育的股裡面去 所以今天有集長來召集大家 再來進行四一番 我們目的希望開始進入到國中校 讓大家知道我們的撇背 那麼應用儀器 希望激發大家給我們防災的準備 所以今天目的在這裡 921我們縣府的各個支援整合 支援來處理立下的潛覆典範之後 各縣市都是密集來支援一個地方 以及創造好的縣範 是由大家所創造的一堆典範 那麼我們希望開始到國中校去做點面教育 讓國中生、小學都知道以學校為中心的避災地圖 我們現在已經請教育處都已經開始了 所以我們是做了 遇到任何災害 我們希望在電線桿都有一個指標 我們要往哪一個指標去 那這樣子結合在一起 那麼這一次日本人這樣子的喊笑 我們看到他們事實上早已經準備好了 學校組不在 所以這樣不成為 唯亂當中、唯險當中不亂 是其來有之的 所以我們希望今天的招集是整備之後 我們真的是要下到琵琶劇 所以今天請大家到這裡來 一方面謝謝大家平常的努力 累積這樣子豐富的經驗 我們準備到真正來做社區教育、學校教育 隨時應付災難 這個是我們無可避免的責任 我們謝謝大家這樣子的準備充分 我們必派災難無常的情況要隨時發生 所以請大家把責任扛起來 謝謝大家過去的鼓勵 希望出把這樣的救災能夠長期的情侶 變成是學校可以在網路上都看得到 隨時他們要準備自己 準備我們學生的自己 運作災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縣長的宣誓 底層